哈喽 我现在位于是四川梁山遗族自治州的 沿原县的公补山景区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就是看公补山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那个就是 宥山 公补山在这边 我刚刚在这分了一下无人机 就是视线特别的好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一个学家的位置 这个下面就是寺庙 然后那个就是 补山 然后这边是公补山 公补山跟补山 之间的距离就 可能就一百多米吧 很神奇 干嘛 来 我把你放了啊 刚刚因为我飞无人机 这有小孩 有的人多 有的怕狗狗知道吧 好 把你放了 自己去玩吧 走错了 反方向了 往下面走 走 走 哎呀 你个蝴蝶 你怎么感兴趣 今天小丸子奔上了 一路跟我爬山 你都爬上来 哎呦我叫你等我 没叫你上来 你看 我叫他等我 他自己又爬上来了 你不累吗 走 走 我们马上就到寺庙了 他这里有一个是 明代时期的 曝恩寺 这边就是那个 曝恩寺 这边写了一个这样的碑 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对这个 叫曝恩寺的介绍吧 不然开朗 我在这儿还看见了 锁刀 但是它这个锁刀不是人 不是人用的 是货 货物锁刀 看一下 哎呦你这个小丸子知道 你说他得 你是想入境还是怎么的 跑那个下面去 看一直往那个上面 也不知道他这个货物是运往哪里 哎呀 在那小丸子真的是 看吧一直到那个下面去 你不要乱吃啊 哎呀 我这个狗啊 乱吃东西怎么办 我要挨打 哎 哎 不要吧 我从这边 转一扎 哇 转脚处看你这么长的铁子 我把小丸子个拴上了 他喜欢去 掏土 然后又喜欢去乱捡东西去 这儿还可以给他节省一点体力 哎 真的是好累啊 啊 休息一下 哼 我只有靠小丸子拉着我走 小丸子是我的小牛 哎呦 这个是他们的货运所到 然后他这个是他的 那个货车 然后他 然后他 就根据那个钢绳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电动的 看吧 应该是这个小房子里面有开关 一开然后 他这个里面就是 将货物啊送到那个下面的寺庙下面去 这一车的话 这一车的话 还是可以装很多 看 看 这个 这个铁轨很直 我现在是在那个游客中心的休息室 然后 他这里是创4A级进区嘛 所以配套还是比较完整的 有饮水机啊那些 然后我在这里吃一碗自热饭 这里面好凉快啊 真的是累惨了今天 好累啊 等我的自热米饭 然后无人机在那儿充电 小丸子也在这儿休息呢 小丸子啊 你不趴下呀 小丸子啊 这个家伙在看 他在抓那个 苍蝇 这里面山里面的苍蝇特别的大 你不休息一下呀 你趴下休息一会儿啊 累了吧 你趴下呀 这地方多凉快呀 又干净 随便你吧 小丸子长得好可爱啊 小丸子 来握个手 来握手 生我气你看 你这爪子不过也好 你好你好 全泥 待会儿要给它洗 十五分钟以后啦 看下我自热米饭 十五分钟 诶 这个放还可以啊 还不算太硬 嗯 挺好吃的 我买的是那个红烧 牛肉 有牛肉吗 也有土豆胡萝卜 还行诶 这这还有肉诶 居然能看见肉 这是脱水酥 蔬菜 还有玉米 这是啥 这是葱吧 嗯 拌一拌应该还是挺好吃的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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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